2 3 4 5 6 学生在舞台上尬舞展现青春活力 建中2月21号到2月24号期间 举办四天三夜毕业旅行 从台南玩到墾丁 不过却在行程结束后 陆续传出有学生出现身体不适 共25名学生一名老师同报确诊 吃饭或者是玩在一起的时候 在身体之间的接触 包括飞沫的这种喷溅的机会 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 全台高中正职毕业旅行 旺季北一女也在3月1号到3月3号职办 就换疫情扩散至校园 北市教育局要求毕业旅行 搭乘游览车时需全程佩戴口罩 采用公块母持以落实防疫 有这个确诊的学生或老师的话 当然都要按照目前的防疫规定 要采取五加恩 但原定下周一校园口罩解禁 教室内不再强制戴口罩 对此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 理事长张信物表示 许多学生搭乘公车 捷运通勤自然会戴着口罩进校园 不会一瞬间所有学生都脱下口罩 我都会戴着 除了吃东西之外 就是这样比较安全 其实也是戴习惯的 专家提醒这区人有潜在传播风险 若想避免感染 口罩还是戴着会比较安全 记者王主任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哦